我要主在我主地中 祝福祭恩 祝福恩到永远 阿们 请我们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一同今天看 主写给他自己的教会 这一封书信是很特别的 这封书信特别要我们 在主给我们的祝福中 不要忘记他的恩典 不要做忘恩负义的人 正好在感恩节之后 我们都能够听见这样的 一个恩典的见证 我们一同来读的这段经文 里面讲到的是穿白衣 与神同行 我们知道在主所赐给 我们的生命里面 有神的能力 神刚才显明他自己的话 是他以能力为一 这个衣服是代表着 我们要时常像神一样的 有能力 他的衣裳是洁白的 洁白如雪 是非常非常的明亮的 我们是光明之子 我们也当如此行 神是蛮有慈爱的 他在我们的身上 过去是如何的 以慈神爱所来牵引我们 今天人就是一样 他有恩典 有慈爱 神他宣告他的名的时候 就是如此清楚地告诉我们 他的慈爱是高级诸天 他要达到穷仓的 只不过是他自己向我们献出的信实 他与我们所立的约 是如日之痕 是不会改变的 但是天地都会废去的时候 他将所赐给我们的 他的真道是永远不会废去的 所以我们今天再一次来看到 为什么这六节的圣经 如此的宝贝 在启示录 第三章第一到六节 我们看见了这个教会 就是萨迪的教会 它是一个得天独厚的教会 这个教会 也是蒙着很多神的恩典 就如萨迪尘一样 这个尘 他有了恩典 但却浪费了恩典 这个字萨迪 就是虚张声势的意思 所以这里讲了很多名 名副其实 是确确实实 我们要来思想的 我们一个人的名声很重要 我们一个人名誉 名字都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城 它为什么叫做虚张声势呢 我们晓得这个城 它是位于 推崖推拉 向东南走三十英里 你就可以到这个城市 这个城市在七世纪 是绿蒂亚 这一个王朝 它的首都 我们看见 它是文化经济 宗教 各方面都是非常平衡的 它是建造在一个山顶上 这个有三面是悬崖峭壁 因此它是很容易保护自己的 是一守南攻的城 可是在主前五百六十年 就是波斯王古列 他带领了军兵来攻打这个萨迪的时候 它是派了一小队的兵 从这个悬崖上面上来 于是就把那倚靠天险 能够这个抵挡 这个敌兵 这样的这个推罗西顿 这一带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些丰富 他们建筑了公司 是只要挡一面就好了 那些香伯木啊那些都挡一面就好了 但是没有想到 人家是从悬崖那边过来的 所以这个王就被俘虏了 俘虏的这个王 就让整个的城投降了 所以他们后来非常的后悔 没有警醒 没有在夜间的时候 记取这一重大的教训 于是他们等到恢复自由以后 两百年后没有想到 犯同样的一个错误 这个错误是 在同样的一个地方 也是一个晚上 也是一队很少的军兵 他们一起来到了 就是安提帕 最远 第四次 他来打这个萨迪的时候 是几乎没有废一兵一组 同样的事情重演了 而让他们不警醒的这些 他们的城市被掠夺 他们国破家亡 他们失去了自由尊严财务 甚至儿女 这是非常凄惨的一件事情 我们今天要从萨迪教会来学一些教训 萨迪这个城在祖后 十七年也遭受了大火 这个大火又让罗马皇帝 Tiberius 重新又花了很多的钱 九年来重建这个城 所以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们这里看见一个教会 不能够让它衰微 不能够让它败坏 败坏了以后是很难重建的 我们一起好好地看 这个商业发达的萨迪教会 有很多很多神给他们诸般的恩典跟祝福 因此主说 我是那有七灵并且七星的 主为什么这样宣告他自己呢 每一次他讲的话都是非常重要的 七灵 灵就圣灵 这里为什么七呢 七世地上完全的树木 也就是说 神是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完全地来注释在这个教会 定睛看着他 要让这个教会成为他自己 可以夸耀的教会 圣洁的教会 穿白衣与他同行的教会 这里神只带着权柄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的名是我知道的 按照你的名 你应该是活的 其实是死的 我怎么会听见这样的一个声音 临到教会呢 神的七灵 我们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二节里面 我们就看见 但是耶和华的灵 耶和华的灵 是住在我们里面的 耶和华的灵 所以这个灵 第一个它是内住的 第二个它是智慧的灵 它是非常有 神给的一切的智慧 都在耶稣基督里面 他是聪明 我们知道要有神的话语 我们才能做一个灵明智慧 有聪明的人 我们看见他是有谋略的灵 这个谋略是神要赐给他的教会 让我们知道该怎么样的往前面去建造 让神的国度可以扩充 他是有能力的灵 这是以赛亚书第六十二章第二节 不但如此 他还有两个很特别的 就是讲到是知识的灵 和敬畏耶和华的灵 如果这七样都放在一起 我们就知道神对这个教会 为什么会如此的说他们其实是死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所行的在神面前 没有一样是完全的 神为什么对他们有这样的要求呢 因为神给了他们这么多的恩典 这么多圣灵的能力 那七灵并不是说有其他和各样不同的 有这个灵那个灵 七灵都是圣灵里面 就像圣灵的九果是一个果子 九种滋味 七灵也是一样的 它是合在一起成为巨大的能力 光照的能力 引领的能力 我们今天看见 神的七灵是圣灵完全的光照 在教会中 所以主亲自要说话 继续在这丰富的祝福之下 教会的树灵光景渐渐暗淡的时候 主怎么办呢 主因为爱教会的缘故 就必须要责备 因为主所爱的必责备管教 所以神就亲自的来告诉那 说你们要警醒 要兼顾那圣下将要衰微的 所以教会是可以从圣而衰的 兼顾这个 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 没有一样是完全的 这样的话 主说出来的时候 他心里面是非常的忧伤 神是很爱他自己的教会 是用他自己的保险买来的 这个教会 是比他的生命还要重要 弟兄姐妹没有听错 神的生命是何等的宝贵 但是他为教会的缘故 他愿意将他自己的生命舍去 撒地教会在七个教会中 不是唯一的一个没有被主称赞的 后来我们也会看见老底家的教会 没有被称赞 虽然个人有一些被称赞 但是这两个教会是没有被主称赞 因为主说多给谁就向谁多取 多托谁就向谁多要 神对这个教会为什么如此呢 因为这个教会 他们并没有离弃起初的爱心 他们有好的行为 他们也没有说拒绝受苦难 他们也做了见证 他们也没有妥协 就向这个世界别的宗教 异端妥协 他们也没有在生活中间 这个败坏 他们愿意好好的跟随主 然而就是在神 所要给他们的 这个所有的恩典中间 神要他们圣洁 要穿白衣与神同行 他们却忽略了这件事情 他们过得很好 他们受到如此大的恩典的时候 就忘掉主要托给他们的事情 就是这一个教会 是要影响到未来很多的 很多的人说这个教会 萨尔迪教会 就是在更正教 在一段时间以后 它带来了一些复兴 但是在这个复兴里面 却缺乏了这样的简单的 这个音信称义的道理 是包含的远远超过的 我们就是只是信 就可以得救 不仅仅是如此 神让我们看见了这个 原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 因着信 并不是靠我们自己 也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这是不错的 绝对不是靠我们的努力 来得救的 乃是我们整个的人 是在神的这个恩典之下 我们接受是因着信 我们信靠信入 耶稣基督 这是不错的 可是在信了以后 他说你们原是神的工作 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 我要叫你们行善 所以神托给我们的是 要一个善行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不可以忽略掉的 我们今天每一位 都承受了主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成为神国的子民 也成为神的仆人 因为在新约改教以后 我们是人人皆祭司的 并不是只有哪几个在服侍的 是众人都一起 在不同的岗位上面 这叫团队 一个侍奉 在教会中 我们没有人是可以在那里 袖手旁观 在教会最艰难的日子中 每一个人都有份 要把我们自己 从神那里得到的恩典 特别是恩赐 要发挥出来 否则教会衰微的时候 神就只能要一些人 穿白衣与神同行 神仍然鼓励 他说你们中间还有几名 是未曾污秽 自己的衣服的 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 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 我们稍微来看一下 这些人 他是没有污秽自己衣服的 衣服是一个见证 人看见我们 还看不见我们的心 只看见我们的外表 所以这个衣服就是 让人看见你是否是圣洁的 是否是没有瑕疵的 是否是洁净 这个在神的面前 我们需要知道 与神同行 大家想想看 神对我们有什么要求 那旧约里面 弥加书怎么说呢 告诉我们 是你要 神向你所求的是什么 就是要行公义 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 与神同行 神没有说我们做不到的事情 告诉我们 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必须要遵守这几件事情 公义的事情 就不可以有网区正直 怜悯 是不可以缺少的 我们常常觉得 我们自己是很受委屈的 神不要我们如此的看 神让我们有这个怜悯的心 是看见 每一个人他都有他 自己的软弱 有他的缺乏 有他的背景 也有他的痛苦 有他的忧伤 有他的局限 我们没有跟神 要求我们来到世上的时候 要得什么吧 什么样的父母 什么样的好的教育 什么样的人来教导我们 让我们成为一个有品德 有修养的人 我们没有选择的 来到这个世上 神是怜悯的 我们今天人不可以 看见了我们自己比人强的地方 就高抬我们自己 就以我们自己为中心 去审判其他的人 神没有要我们去审判 我们周围的人 神是用他自己的话 用他自己的真理 来让人悔改 决定不是说 我们这个人 我做到了 你也要做 神没有这样要求我们 所以我们今天晓得 这叫与神同行 但是与神同行的时候 必须是穿白衣 穿白衣是怎么样的 一个情形上面 算是穿白衣呢 弟兄姐妹 在启示录第十九章 第七节第八节 就讲到白衣是什么呢 白衣就是善行 就是有一些人蒙恩 注意啊 是蒙了神的恩典 才可以穿到这个白衣 穿到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细麻衣是祭师穿的 我们的祖 祂是我们的朋友 祂是我们的祖 祂也是祭师 祂是仙师 祂是君王 我们圣诞节快来了 我们他会唱 新生王来到这个世上 但是我们记得 祂是祭师 祂是献祭的 祂告诉我们 将来我们在祂的面前 是永远的祭师 祂要你 要我做祭师 祭师的国度 就是我们是侍奉神的 今天教会绝对不是 自己侍奉神 或者几个人侍奉神 乃是要祭师的国度 在一个国度里面 有愤于神托给我们的事情 所以这个细麻衣 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更清楚地写到 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十四节 又有这样的话 告诉我们说 将来天上的众军 要教导我们一件事 天上的众军 他们骑着白马 穿着细麻衣 又白又结 然后他们是跟随耶稣的 他们是跟从祂的 今天主呼召我们 每一个人是跟从祖的 你今天跟从的是什么 我们很多人 很容易去跟从一些 有名的人 你跟从祂没有用 因为你并不了解 只有祖是配得跟随的 而彼得就曾经 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里面 他讲了一些话 约翰到最后的时候 一定要写出来 那写出来就是 主对彼得说的 来跟从我吧 那人如何不干你的事 与你何干 那个人就是约翰 说我要让他等我到 我再来的时候 与你何干 原来在启示录里面 就是老约翰 是被神留在末后的 那时候所有的使徒 都基本上面 十二使徒 已经殉道 他们中间 能够想起主 以前讲到的话 就告诉他们 这个在变化山上 彼得曾经看见 耶稣登山变相 他的衣裳 洁白 比什么还白啊 比漂布人 那个最白最白的 还要白 还要放光 这是奇妙的主 他把这样的白衣 赐给了他 我们也看见 白衣的天使使徒行传 第一章里面 耶稣升天的时候 身穿白衣的人说 你们看见主 怎么上去 他还要怎么下来 他在橄榄山上去 他将来还要在橄榄山 他的脚要踏下来 圣经上面 所写的这都是预言 他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要从橄榄山上下来 撒加利亚书里面 讲得非常的清楚 我们今天看见彼得 没有忘记这些事情 他记得主要他 做的这些事情 就是看见了神 在尊贵荣耀 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 所说出来的话 我们今天 如果要穿白衣 与神同行 我们就是在侍奉中 有神的义 跑在我们身上 我们是以救恩为一 这个神 所赐给我们的公义 是为我们外跑 但是我们里面 是不是那么样的 而洁白呢 所以愿神帮助我们 这样穿白衣的人 圣经上面又讲了 他要经历 神不会从生命策上 抹去他的名 那你就想 生命策上的名 我们都是信主的 有可能会被抹去吗 我们是信主的 我们信了主以后 我们的救恩是 很多人说一次得救 永远得救 这要看你所谓的得救 是哪一个字 也就是说 你真正接受 耶稣基督做你救主 圣灵进到你的里面 他绝对不离开的 虽然我们有的时候 背离神 圣灵在我们里面担忧 消灭圣灵的感动 我们对圣灵来说 是抗拒他的时候 他仍然不离开的 为什么 因为耶稣基督在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六节 那边就想得非常地清楚 我要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 一位宝会师 就是真理的圣灵 是你们外人不能知道的 别人不能知道 但是你们知道 他要永远与你们同在 永远 他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住在他的 耶稣基督的里面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先弄清楚了 这里并不是说 大部分在撒迪教会的人 都在生命车上 没有名字 不是这意思 原来生命 所代表的是一个生命的 一个表现 在主耶稣基督 再来的时候 他要祝福我们每一位 他祝福你 也祝福我 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祝福呢 他要给你有什么特别的呢 将来我们所要得到的那个身体 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是赎天的 不是赎肉体 所以呢 我们看见保罗很清楚这件事 在一刹那之间 号筒吹响的时候 主耶稣基督要回来 我们统统要变化 一变化的时候 你就可以发觉 我们读一个 得到一个赎天的身体 那个身体上面是永远的喜乐 不会衰老 没有疾病 而且是光明的 我们将来所穿的衣就是那样 今天我们所穿的衣 要洗净 洁白 羔羊 他用他自己的血洗净我们 把我们借着水 用神的道来洁净我们 你我要常常接受神的话 我们需要真实看见 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 否则的话 这里讲到我们在将来在父的面前 有一位会认我们的 你知道吗 有一位会认我们的名 因为在这里 耶稣说 你们穿白衣与神同行 并且我不从生命策上抹掉他的名 也就是将来要在父的面前 跟父的众死者的面前认他的名 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二节 三十三节里面都讲过了 他讲过 你们要认我的名 将来我在我父的面前就认你们的名 你们今天不认我的名 将来我也不认你们的名 那我们这些人都惨了 很多的时候像彼得这样的 我们在某一种情形下面 不好意思认主的名 其实这里所讲的 乃是说在那复兴的时候 在千禧年的那一段时间里面 而有一些人 是要与主一同做王一千年 那不是所有的人 是得胜的 我们今天是否是在我们的生命中间 真正得胜就在这里 我们很多时候都自以为是 对吗 我们觉得自己比别人强 那圣经上面说 要看别人比我们强 我们怎么会错得这么多呢 我们看见别人的错是很容易的 我们看不见自己的错 所以神呢 也非常幽默的赐给我们 周围有一些人 特别是配偶 他会指出你的错来 指出你的错你高不高兴啊 我看下面都没有表现 很高兴啊 是啊 因为他不指出 别人指出的时候就不好了 其实我们夫妇中间 为什么要指出别人的错呢 中间当然有不同的原因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看不见自己 跟我们在一起 最亲密的人比较容易看见 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来到 神的面前 我们把所有的成见 偏见 把我们的骄傲要放下来 你对谁还过不去 我们今天在领圣餐的时候 就要解决这事 有什么 你还觉得你自己受了委屈的 主耶稣受了委屈 比我们众人多多 神完全的让我们这些人 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他接纳我们 今天我们不能说 我要看这个 看那个才可以 我们不是要看这个 看那个才说 这个人是不是信主 那个人是不是信主 信主只有神 跟你自己知道 其他的人 他们会有 结出悔改的果子 会有生命的表现 那是神所知道的 不是我们人 可以在那里 随意来批评的 所以今天 有没有不犯错的人 在世上 没有的 所以呢 我们要彼此认罪 互相代求 使我们可以得医治 我们整个的教会 要往前面去的时候 我们需要 每一个人都看见 我们自己的亏欠 我们今天 如果没有看见 自己 只看见别人的时候 今天的圣餐 你可以不用你 因为主说 你们要 自己省察 省察完了以后 要知道我们 同在一个身体上面 我们的弟兄 我们的姐妹 他没有一个 是应该由我们来审判 因为审判的主 就在门口了 那主来才是做审判 但是主在地上的时候 他是尚且还说这句话 他说人子来 不是来定世人的罪 是要世人因他得救 你看 他是审判的主 他被审判的时候 他甘愿 接受委屈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 我们站立不住 今天有谁觉得 自己站立得住的 耶稣问过 这样的问题 谁是没有罪的 就扔第一块石头吧 如果不说 扔第一块石头 很多人糊里糊涂 拿了石头就扔了 就打了吧 打死他 耶稣说 你没有罪 请你扔第一块 大家想想看 神是怎么样恩待我们的 今天要与主同行 在生命册上有名 是神赐给我们一个 叫我们注意到我们的生死的问题 所以撒迪教会是一个生死的问题 他说是活的还是死的 按明说 是活的 当然是 但是其实是死的 主告诉我们这样的话 我们需要好好的来听 所以在生命纪第三十章 第十九节 摩西就讲了这么一段话 摩西带了以色列人这么多年 四十年了 他已经到了最后 他要进牛奶与民之地 加拿美地 进神允许他们之地的时候 摩西知道自己不能过去 因为神已经告诉他 你在以色列的众人的面前 没有尊容我 所以你不能进去 你击打磐石 第二次的击打 这是不对的 我叫你吩咐磐石 你没有尊容我 所以今天约书亚代替你 率领以色列人 进入加拿美地 摩西没有任何的话说 摩西顺服 摩西说了生命纪第三十章 第十九节的话 他说 我今日呼天换地向你们做见证 我将生死或福成名在你面前 所以你要拣选什么呢 生命 不要拣选死亡 拣选生命 后面那句话 我要特别的提醒 我自己也提醒大家 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 今天并不是死活的问题 我们在主里面 接受了主以后 都是有永恒生命的 大家听清楚 不然的话 这边一讲的时候 说回去的时候 大家彼此指控说 在生命车上一定没有你的名 这是错误的 神告诉我们说 这里说图抹是盖上的 没有说永远的除掉 就像大卫犯罪以后 他说 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神赐给他那个圣灵 在旧约里面是会收回的 在新约里面是永不收回的 第二个 我们需要知道 大卫认识神 他知道他自己的错 他说 你嫌我为义的神 当你审判我的时候 嫌你为亲政 所以你责备我的时候是对的 但是我告诉你 神啊 求你使我重享救恩之乐 你知道大卫知道他有救恩 他说我醒的时候 一定见到你的面 大卫知道神绝对不会撇弃他 我们今天真知道了 我们就要好好的来跟随神 他说 但是我失去了救恩之乐 我们今天的喜乐 就在我们整个的人被释放了 我们不再被囚牢在自己的堡垒中间 我们整天不能够释放 因为有一些人伤害过我们 今天有谁伤害过你 就在基督的宝血底下 我们让他过去 好不好 我们教会 没有谁可以定任何人的罪 我们自己到主的面前 我们彼此认罪互相代求 这是我们讲到我们自己 不是用这样的方式 全副军装彼此打架 教会的复兴就是在此 今天你愿意穿白衣与神同行吗 这个白色的衣服是神将来给我们的 在永恒里面 昨天下午 有机会去到一位年长的姊妹 她83岁了 她的追思礼拜 她是一位非常有名的 有贡献的这个国家 一位科学家 她没有很健康的身体 从小生下的时候只有三斤半 后来因为抗战的时候 九十医生到处流离 甚至本来他们家里面 有四个男孩 一个女孩 还不要她 后来把她抚养长大 这一个女孩非常的聪明 非常能干 后来那个时候要留书 中国要留书 后来就分派到各个学校去 她进清华 是清华理工科里面 非常优秀的一位 她叫杜玉英 我看到她的时候 是她生命最后的一段时间 我看见的时候 却看见一位愿意穿的白衣 与神同行的人 虽然她的走路已经不太行了 那是在两个多礼拜前 San Jose State U 王春雷教授跟我说 她很想见你一面 后来我打开微信的时候 我也很惭愧 就是那个时候 她说五年前 她有机会来 但是没有机会见到面 这次见过这一次面 她有一个愿望 她说我过去做了这么多 不管是名誉也好 推崇也好 荣誉也好 整个的许多的人受到她的恩惠也好 她自己的儿女都在美国 都是很优秀的 她说 我觉得人的生命 不只是在这一个短暂的时间 我来到美国的时候 我到教堂 我看见那样的庄严肃 我看见那样的洁白 我看见人里面的 那样的一个敬畏清洁的心 我羡慕 所以我就读圣经 她读圣经的时候 是殷勤的读圣经 她把圣经全部都注满了 她读了许多许多的时间 花在神的道上 她说追求的这一个 才能够让她满足 所以她一直到最后的时候 她最喜欢的就是唱圣诗 因为她的歌喉很好 她在北京的时候 还参加这个合唱团 那不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就是还是最近的时候 她还是如此 我们看见 她这样以这种 非常敬畏的这个心 要进入永恒的时候 她却是这么样的柔和谦卑 她的个子比我还高 非常非常的 有智慧 聪明 但是她看到的是 跟这个宇宙万有的主宰 要赐给她那永恒的生命比起来 她现在所有的这些 都不是最重要的 那天 她要求要收洗 因为她身体已经很弱了 为她点水 那是两个多礼拜以前 结果她昨天 在她的荣耀的日子 也就是说我们英文叫做 Promoted to glory 在一个荣耀的日子里面 她写下世上劳苦 他们都说 她怎么会那么有喜乐的笑容 在她的脸上 那就是 英容月貌 然后我们真是看见 我们将来哪一位 进入永恒的时候 愿神祝福你们 愿神让你们 是穿着洁白的衣服上 然后在生命册上 将来有名 并不是在千禧年后 那是你的名一定在哪里 只要你重生得救 但是有一段日子 是与主一同坐王掌权的时候 你的名字也在神的册上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亲爱的父神 我们在你的面前 再一次把主你所赐给我们的应许 常在我们的心里面 反复的思想 主啊 你让你的爱子 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中间 你马内 你神与人同在 他所渴慕的我们亲近 他就是 他必亲近我们的应许 就在我们的身上 他并告诉我们 就是在 他与我们所立的约 是他的生命跟平安的约 主啊 我们感谢你 今天我们要纪念 我们主耶稣基督 他为我们舍身流血 他说我不再与你们喝这杯 只等到在神的国里面 与你们喝新的日子 感谢主 继续带领我们基督之家 第三家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让我们都能够穿白衣 与神同行 我们尽心等候 主耶稣基督再来 在这万物的结局进的时候 你让我们谨慎自首 尽心祷告 让我们要学习彼此切实的相爱 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过犯 谢谢恩主 随听我们众人有声音无声的祷告 我们祷告祈求感谢 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